詠勵哥怎麼觀察這個盤 其實這個盤很不錯 為什麼說不錯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 這邊做了一個 類似圓弧底的一個形態 那當然成交量一直在縮小 這個是唯一的遺憾 可是這也情有可原 因為十一月三號連準會要升息 那所以大家觀望氣氛還是很濃厚 怕到時候一升息 來個駛馬之類的 然後大家又掉下來了 所以大家會比較擔心 不會那樣吧 不會啦 等一下我會跟他講 你這樣突然講了 就擔心起來了 本來沒有擔心 我會想有人會怕 OK 不用怕 那麼另外一個 其實最重要的在什麼 在據說 他今天雖然只漲六十二點 可是第一個 他把五年線收復了 五年線位置在13053左右 那麼第二個 他把月線收復了 月線在13037左右 所以他這個收復這兩條 很重要的移動均線 因為一直上不去 尤其是月線 大家看到沒有 他一直在這個月線之下 就震盪 那可是在今天終於站上月線 所以是很有意義的 很有意義的 很有意義的 好 那我們就要開始 把鏡頭拉遠一點 我們來看到 看一下到底比較宏觀的一個 目前的環境 OK 好 那麼我們先講重點 重點在台股第四季 應該會有個補漲行情 那麼我這邊把應有 是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大 所以講話都會留三分 如果我在年輕二十歲 我想必有 鼓掌行情 對 OK 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美元迴貶 台幣升值 這個大家都知道 第二個呢 因為上個禮拜我講過了 這兩個 就是一個是整體市場 平均的本益比是低於十倍了 這是在過去十幾年沒有看過的事情 再過來是月線的 RSI連續兩個月都低於二十 就是嚴重又嚴重的超賣了 也是十三年沒有看過的狀況 所以這兩個狀況 是我們認為第四季 必有這個補漲行情的最主要原因 還有一個是怎麼樣 美國股市已經展開波段的反彈了 而且是大波段的反彈 我們台灣股市 以前是一直跟著美國股市在走 亦步亦趨 我們最近有一點跟丟了 對 跟迷路了 我們現在還是要找回來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一個一個看 我們看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呢 這是週線圖 其實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元指數呢 它一直是沿著十三週線再往上走 也就是季線再往上走 所以它目前為止 還是屬於一個多頭格局 看起來是這樣子 似乎還有創新高的機會 那可是呢 我們這樣子看看RSI RSI呢 在這裡的時候 它已經就到了九十一點二九了 就是六週的RSI 已經到九十一點二九 可是呢 之後它再兩次的創新高 可是呢 RSI是一直在往下走 已經出現二度背離了 這個叫什麼 叫熊市背離 所以呢 它只要呢 接下來只要它有一天跌破了十三週線的話 就表示怎麼樣 它一個頭部就成型了 那我覺得呢 這個機會相當大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大家都知道 十三 這個一月 十一月三號 它升息升息幾碼 三碼 現在公認升息三碼 那十二月呢 可能三碼 可能兩碼 不曉得 那我們現在假設是也是三碼好了 那麼再過來呢 明年呢 就是兩碼 一碼了嘛 就開始慢慢的 減緩那個升息的速度 對 所以因為你升息會減緩了 那你美元呢 再高也有限了 然後第二個呢 因為歐洲 歐元區跟這個英國呢 他們也要開始加緊升息 所以歐元跟這個英鎊呢 他們的這個幣值呢 會開始往上走 所以相對來講 美元就應該回扁的機會就比較大 所以美元如果鬆口氣 它不要再那樣子狂漲的話 我們這個台股投資人也可以稍微做多了 對不對 因為外資就要開始 所以終於撐過去了 是 真是不簡單啊 OK好 然後呢我們再看這個台股的本益比呢 這個上個禮拜我們講過了 跟台股目前走勢 它現在呢這個本益比呢 我們現在在10月的時候呢 已經到了 10月的時候已經到了16.14了 15了 那麼在去年 就上一次呢 看到這個10以下 本益比10以下 是在2008年的時候 金融海嘯的時候 那時候是連三個月的往下掉 那這一次呢我看 有可能在10月就是見到最低點 然後所以簡單的講 這個金融海嘯級的 這個金融風暴級的這個大跌呢 大概已經暫時高一個段落了 所以應該要有反彈了 好那來我們就繼續看 那反彈要觀察 談到哪嗎 沒有這個是 這個是另外一個 就是看那個RSI RSI呢 我們現在呢也跌到呢 在金融海嘯時候的低的水準 現在呢 這個 這個6月的RSI呢 在10月份的時候跌到16.15 那已經跌到最最低了 那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也是一樣 隨時都可以反彈 這是上述兩個原因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 稻窮指數 你可以看喔 稻窮指數呢 其實在10月份的時候 他是整個月是收紅的 而且收長紅對不對 那多長呢 他的跌幅的 今年的跌幅的一半 已經收復了52%了 他在10月份有一個統計數字 給大家參考喔 稻窮漲了百分之十四 對 百分之十四點多 那可是呢 重點在哪裡 因為他今年的這個跌幅呢 他已經收復了52% 表示怎麼樣 表示呢 他已經形成一個終極的反彈了 終極的反彈 那我們台灣股市呢 反彈是多少呢 一點點 還不知道 我們就跟丟了嘛 沒關係 我們現在趕快小跑步過去 這樣應該可以吧 趕快跑步喔 那麼大家可以看喔 這是我們台灣股市的 這個月線圖的話 我們第一個我們在10月份的月線呢 是收破 跌破了 這個收盤指數跌破了15年線 那麼其實從 在過去6年以來呢 只有一次 就新冠肺炎的時候呢 他的收盤指數呢 月線收盤指數是跌破5年線的 那之後呢 就是開始一個強力的反彈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原因 我們認為說 會有波段反彈的原因 第二個呢 RSI呢 月線的RSI 已經跌了13波了 大家注意看喔 有沒有波段理論 最多就是9波嘛 對不對 結果呢 他已經跌了13波了 就是跌無可跌了 最壞最壞的情況 就11月再看個 再收個黑馬 了不起了 那今天的小結論 重點來了 請你擦亮你的眼 是的 來我們來看 永堅哥幫他看 反彈有一個最低標準 反彈最低標是2000點 然後相信 這2000點 從今天開始算嗎 那回到15000嗎 從12629開始算 從12629開始算 那也有接近15000 14000 14000 我們這邊算給大家看好了 因為從18619跌到 印想要多算一點 四蛇虎鹿不可以嗎 好永堅哥你算你算 可以可以 因為從18619跌到最低12629 一共跌了5990點對不對 那我們算6000點就好了 比較好算對不對 那如果是反彈三分之一的話 三分之一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反彈三分之一好像應該不會很難吧 對不對 可是這個叫弱勢反彈 還是最弱勢的一個反彈 那如果反彈三分之一的話 就是反彈2000點對不對 就到14629 我們就說14600好了 那反彈呢 如果是黃金圈格0.382的話 就可以反彈到14900點 這個是保守的估計 那你不保守估計會 不保守估計 就跟這個道雄指數一樣 我們反彈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會去哪裡 二分之一的話就加三千 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九點 所以大概就是反彈 會在兩千到三千點中間 跑來跑去 端看那個時候氣氛強或不強 整個國際 國際股市 國際金融環境的好不好 但至少最快的時候過去了 對沒有錯 我們已經看到隧道的光了 已經看到 就看那個是幾瓦的燈泡了 這樣子 那個很亮啊 蠻亮的是不是 蠻好的 好 謝謝永年哥 今天給大家一個比較大盤的 大輪廓的一個看法